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九条 尽本问只为出人头地 满足自己的利益与野心 从不考虑神家利益 甚至出卖神家利益 以神家利益为代价 换取个人的荣誉 九 二 底基督的利益 四 前途命运 四 底基督如何对待效力者 今天接着交通 底基督各种表现的第九条 尽本问只为出人头地 满足自己的利益与野心 从不考虑神家利益 甚至出卖神家利益 以神家利益为代价 换取个人的荣誉 在这条 在这条里 咱们以几波 狄基督的利益为主要的交通话题 今天交通 狄基督的利益 第四条的第四小题 如何对待效力者 几波狄基督是如何对待效力者的 效力者这个词 对跟随神到现在的人来说 都不陌生了 而且多数人对这个称呼 基本上是从心里接受了 在主观意愿上 已经不抵触这个称呼了 但是具体到说某一个人 是效力者的时候 人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 不甘心 不愿意 心里有委屈 不太愿意 得这样的称号 也不太愿意 成为效力者 从人这个表现上来看 虽然人主观意愿上 承认效力者不是什么坏的称呼 但是从客观事实上来看 人对效力者这一称呼 还是带有一些歧视 敌意 甚至带有不甘的成分 带有这些情绪 不管人对效力者 这个称呼是怎么看的 是能真心接受 真心做效力者 还是说着里面 有许多人的掺杂与意愿 今天就先交通一下 到底什么是效力者 在神眼中 对效力者这个称呼 神是怎么定义 怎么定性的 神所说的效力者 是什么实质 神是怎么看待效力者 这三个字的 与人所看待的 有什么区别 以便大家在心里 对效力者这个称呼 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概念 以效力者的定义 由来 效力者这三个字 从字面意思来看 就是为某件事 就是为某件事效劳出力的人 这个称呼从地位上来衡量的话 就是一个暂时被利用的对象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被当成效力者 去做一项工作 或从事一个行业 那他从事这个行业或者工作 就不是长远的 是暂时的 就是临时让他出把力 服务一下这个行业或者工作 没有前途 没有未来 也没有任何的福利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只是按劳取仇 干完分配给他的活 就不需要他了 拿着薪资就走人了 总之就是临时的 什么时候需要 就什么时候让他来 这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效力者 如果按照人类对效力者 这三个字的意思来解读的话 那效力者的简称 就是合同工临时工 是为一项工作或行业 临时效劳 临时出力的一个对象 他只与这项工作需要他的那个时间段有关系 那个时间段一过去 他的价值就不存在了 因为他不被需要了 他没有被使用的价值了 他的价值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发挥完了 这就是人类对效力者 从字面上能理解到的 能看到的这一层意思 人类的语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 也就是人类能领会到的 神所说的效力者 这个称呼的意思 这里面有没有合乎真理的那一层意思 有没有合乎正常人性理性的那一层意思 有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塑造之物 该认识到的那一层意思 有没有神对待这个称呼的那一层意思 没有 你们怎么知道没有呢 你们难住了 说不清楚 你们这些人中有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 还有教授 但也说不清楚这事 是吧 这就是知识与真理的区别 虽然你有文化 你认识效力者这三个字 当这三个字成为一个词 成为一类人 成为一个族群的时候 你能理解这类人的实质 表现与这类人在整个人类中间的档次 但是你不能站在真理的角度上 不能站在一个塑造之物的角度上 来理解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的理解到底是出于什么 你理解出来的这三个字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出于这个败坏的人类 出于这个社会 出于这个人类的知识 对这三个字的理解 这个人类的知识与真理 是相合的还是敌对的 敌对的 那你能这样认识 理解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 还是站在了与神相合的一方呢 很明显的 当你用你的知识 头脑 理解领会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就不由自主地 不自觉地 站在了神的对立面 当你用你的知识 理解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所理解出来的东西 不由的就让你对这三个字 产生了抵触反感 厌憎恨甚至恨恶 这里有没有顺服 有没有真心接受 有的人说 好词我接受 这不好的词我接受什么呀 我不抵触它就不错了 比如说 得冠冕 得赏赐 得福 进国度 上天堂 不下地狱 不受惩罚 做长子 这类正面的词汇 我接受 这是理所应当的 是人之常情 是人该追求的 至于恶人 敌基督 受惩罚 下地狱 这些反面的词 没有人喜欢接受 效力者这个词 虽然居中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 我也不能接受 我不藐视它 就不错了 要达到甘心愿意 接受顺服 从神领受 这是万万不能的 人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么想是对还是错呀 是错的 什么时候知道是错的 刚知道的 是吧 那问题就产生了 你刚刚才知道这是错的 那你在知道之前 从外表看 你似乎对 效力者这个称呼 已经能接受了 从主观上 已经接受它了 那这是真实的 还是假的 很明显 不是真实的 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这里带着虚假 带着伪装 带着不得已 而且也带着一种无奈 以上所交通的是 人对于效力者 这个称呼的 真实反应与表现 完全代表 人对效力者 这个称呼的 看法 观点与领会 完全显明了 人对这个称呼的 态度是不得已 是歧视 是反感 是从内心深处 抵触的 因为人都藐视 做效力者 藐视效力者 这三个字 也不愿意 做效力者 恨恶做效力者 这是人对 这个称呼的 理解与态度 那再来看看 效力者在神眼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效力者这三个字 是怎么产生的 在神眼中 这个称呼的实质是什么 它的由来是什么 效力者从字面意思上看 按人类的语言理解 就是临时 就是临时工 暂时服务于一个行业 或者一项工作 是临时被需要的 在神的经营计划中 在神的做工中 在神的家中 被称为效力者 这一族群的人 是必不可少的 当这一部分人 来到神家的时候 来到神工作场地的时候 他们对神一无所知 对信神的事一无所知 对神的做工 与神的经营计划 更是一无所知 什么也不懂 就是个门外汉 外邦人 当一个神眼中的外邦人 来到神家的时候 他们能为神做什么呢 可以说 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人满了败坏性情 对神丝毫不认识 因着人的本性实质 人所能做的 就是神吩咐什么就做什么 神的工作做到哪 人就跟到哪 神的话说到哪 人就知道到哪 仅仅是知道 根本达不到理解 人都是被动地配合 神所要求的每一项工作 完全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这里所说的被动 就是你不知道神要做什么 你不知道神让你做什么 不知道神让你做 这项工作的意义价值 也不知道自己该走 什么样的道路 来到神家 你就如一部机器一样 神怎样操纵 你就怎样发挥 你被神需要的是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人是神发表真理审判的对象 就是神说话的对象 这是其中一项 是神说话的一个对象 还有什么 恩赐是不是 正常人性的思维算不算 你有正常人性的思维 神才用你 如果你没有良心理智 你做效力者都不够资格 还有什么 人的技术特长 这些都包括在恩赐里 也算一项 也就是人所具备的各项技能 还有什么 与神配合的心智 这也是一项 就是人听话顺服的一种意愿 当然也可以说成是 人喜爱正面事物 喜爱光明的一种愿望 听话顺服的意愿 就是与神配合的心智 用哪种说法更合适点 听话顺服的意愿 对了 意愿比较宏观一些 涵盖得面广一些 如果说是心智的话 范围相对就窄一些 而且意愿在程度上 相对心智会小一些 就是当你有了意愿之后 你才一点点地产生各种心智 心智就更具体一些 意愿更广泛一些 对于造物主来说 在败坏的人类身上 神需要的就是这几样东西 就是说 一个对神 对神的经营 对神的实质 对神的说话 对神的性情 一无所知的门外汉 来到神家 就如一部机器一样 能为神做的 能配合神做工的 基本上与神所要求的标准 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在人身上 神所能利用的东西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几样 第一 人能成为神说话的对象 第二 人所具备的各种恩赐 第三 人具备了正常人性的思维 第四 人所具备的各项技能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具备了 听神话 顺服神话的意愿 这几样都很关键 当人具备了这几样之后 人就开始为神的工作 为神的经营计划 效劳了 正式走上正轨了 也就是正式成为 神家中的效力者了 在人不明白神话 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神心意 对神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前 每个人所充当的角色 没有其他 只是效力者 就是你愿意 你也是效力者 你不愿意 你还是效力者 你逃不掉这样的称呼 有些人说 我都信神一辈子了 从信耶稣开始到现在 有几十年了 难道我还是效力者吗 这话问得怎么样 你这话是问谁呢 你应该问你自己 你得反省自己 我现在明白神心意了吗 我现在尽本分 是在出力 还是在实行真理呢 我走上追求真理 明白真理的道路了吗 我进入真理 我进入真理实际了吗 我有敬畏神的心了吗 我是不是顺服神的人 你得在这几方面反省自己 如果这几条标准都达到了 临到神的试炼 你能站立住了 你能敬畏神 远离恶了 那当然 你就不是效力者了 如果这几条标准 你一条都不具备 那无疑你仍然是效力者 这是逃不掉的 这也是必然的 有些人说 我都信神三十多年了 信耶稣的年头就不用算了 从神这次道成肉身显现做工 开始说话时 我就成为神的跟随者了 我是第一批亲历神做工的人 我也是第一批亲耳聆听 神亲口说话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依然在信神跟随神 经历几次抓捕迫害 遇到多少危险 神都保守带领我走过来了 神没有丢弃我 我现在还尽着本分 光景越来越好 信心越来越大 对神没有一点疑惑 难道我还是效力者吗 你问谁呢 这话是不是问错对象了 这话你不该问 既然你都信那么多年了 你是不是效力者 自己还不清楚吗 如果你不清楚 那你怎么不问问 自己有没有真理实际 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有没有远离恶的表现呢 神做这么多年工作 说这么多话 你明白多少 进入多少 你得着多少 你接受过多少 神的修理对付 试炼熬炼 当接受这些的时候 你站住见证了吗 你能见证神吗 当你临到约伯一样的 试炼的时候 你能不能否认神 你对神的信 到底有多大 你那个信 仅仅是相信 还是真实的信呢 你问问自己 这些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你是浑人一个 我看你 就是个随帮畅流的 连效力者 这个称呼都不配得 对待效力者 这个称呼 是这样的态度 在心里 还是一笔糊涂账 这人太可怜了 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神对待任何人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刚才交通了 效力者 这三个字 神的原意 到底是什么 当人进到神家 最初不明白真理 只是有各种意愿 或者有一些 配合的心智的时候 人在这个期间 所充当的角色 只能是效力者 当然 效力这两个字 不太好听 如果换个说法 就是在为神 拯救人类的 经营工作 服务 效劳 就是在出力 人不明白 什么真理 也不懂神的心意 对于神 拯救人类 经营人类的 各项具体工作 还有与真理 有关的 各项工作 人不能献上 一点力 不能有任何的 配合 只是会点技术 有点恩赐 在一些事物性的工作上 出点力 说点话 做些外围的 服务性的工作 如果人尽本分 所做工作的 实质是这样 只是充当了 效力的角色 那人就很难摆脱 效力者 这个称呼了 为什么很难摆脱呢 这是不是与神定义 这个称呼有关 完全有关 人出点力 凭着人天然的 那些本事 恩赐 头脑做事 这很容易 但是凭真理活着 进入真理实际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这就很费劲了 这需要时间 需要神的带领 需要神的开启 也需要神的管教 更需要接受神话语的 审判刑法 所以在达到这个目标期间 多数人所能做的 所能提供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几样 充当神说话的对象 具备一定的恩赐 在神家还有点用 具备了正常人性的思维 教带你什么工作 你还能领会 还能做 具备一定的技能 在神家的某项工作上 还能发挥你的特长 最重要的一点 你有听话顺服的意愿 在神家效力的时候 在为神的工作出力的时候 你有那么点 听话顺服的意愿 你就不会消极代工 你就会尽力克制 少干坏事 多做好事 这是不是 多数人的情形状态 当然 在你们所有人中间 有极少数的人 已经走出这个状态 走出这个范围了 那这极少数的人 具备了什么 他们明白真理了 有真理实际了 临到事能祷告 寻求神的心意了 能按照真理原则 做事了 他们听话顺服的意愿 已经不仅仅是 停留在心智上面了 而是能主动实行神的话 按神的要求去做了 临到事又敬畏神的心了 不乱说不乱做 小心谨慎 尤其是临到对付修理 不合己意的时候 能不论断神 不跟神讲理 心里不产生抵触 对神的身份 地位 实质 从内心深处 有了真实的接受 这些人 这些人与效力者 有没有区别 区别在哪儿 第一 明白真理了 第二 能实行出一些真理了 第三 对神有一些认识了 第四 听话顺服 不再是意愿 而是转变成一种主观的态度 就是有真实顺服了 第五 这是这几条例最重要的 也是最宝贵的 就是敬畏神的心产生了 具备了这些的人 可以说就已经摆脱 效力者这个称呼了 因为从他们的各方面进入 还有对真理的态度 对神认识的程度上来看 他们在神家中 已经不再是 做单向业务的活 这么简单了 已经不再是临时被招来 做点活的临时工了 就是说 这些人不是为了 一时的酬劳来的 不是临时被招来 暂时使用一下 使用的期间 还在观察 是否能够长期地 从事这项工作 而是能实行出真理 尽好自己的本分了 所以 这些人就已经摆脱了 效力者这个头衔 这个称呼了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教会中有这样的人 你们想知道是谁 有多少 这事暂时不能说 等你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就分辨出来了 你们所应该知道的 就是自己现在 处在怎样的光景之中 自己前面所走的道路是什么 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是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的是这些 现在来看 效力者这个称呼 是神强加给人的吗 神是用这个称呼 来贬低人 用这个称呼 来给人分类分等级的吗 不是 那神是怎么定义 这个称呼的 神给人一个称呼 不是随意给人起一个外号 不是根据外表定义的 这个称呼 不仅仅是一个称呼 人起的名字 仅仅是一个代号 一个称呼 没有实际的意义 比如 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聪明漂亮 就给他起一个带立的名字 那只是一种希望 跟他的实质没有关系 也可能他挺笨 也可能他挺笨 长得也不漂亮 那叫力有用吗 还有的男性叫什么成龙成虎 叫这样的名字就真厉害吗 他也可能是个胆小鬼 这只是父母寄托在孩子身上的一种希望 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 跟人的实质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人类起的名字 这只是称呼 带着人的想象 好的愿望 仅仅是一个称呼 一个代号 并不是根据他的实质起的 而神定义一个称呼 名称 绝对不是根据人类的外表 当然 也不是根据神的意愿 神愿不愿意人做效力者 你们在神话中 有没有看到神说 我愿万人都成为效力者 不愿一人得救这话 没有 那神的意愿是什么 过去人说 神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这是一种意愿 但是 效力者这个称呼 可不是无中生有的 就如神命名 树和草一样 树就是高大的东西 当人提到树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 树是大的 高的 提到草的时候 就知道 它是小的是矮的 是吧 那效力者这个称呼呢 这个称呼是根据 人的实质 人的表现 也是根据 神的做工阶段 而产生的 如果人能随着 神的做工 逐渐明白真理 能进入真理实际 能达到顺服神 敬畏神的时候 这个称呼 随之就变了 所以说 即便你是 效力者中的一员 也不影响你 尽 受造之物的本分 也不影响你 追求真理 实行真理 更不影响你 顺服神 敬畏神 有没有人 永远摆脱不了 效力者 这个称呼呢 是哪类人呢 就是不追求真理 明白了真理 也不实行 更不喜爱真理 甚至在心里 常常反感 厌烦真理的 这类人 他厌烦真理 为什么还在神家待着呢 他就是想得点好处 抱着侥幸心理 在神家出点力 有点好的表现 用自己的代价 肉体的付出花费 再消磨点青春 付出点时间 来换取任何一样 他想要得的好处 这样的人 最终就因为 他们所走的道路 而不能进入真理实际 不能达到顺服神 更不能达到敬畏神 永远地被定为 是效力者 这一类人在神家中 有些能效力到最后 而有些 却不能效力到最后 能效力到最后的人 与不能效力到最后的人 他们在人性上 有一点区别 不追求真理 但能效力到最终的人 就是在神的经营计划工作 一直持续的这个阶段 能在神家中 为神的工作 献上一份力的这部分人 他们的人性相对善良 人意一些 在效力期间 没有作恶 没有搅扰 没有被清除出教会 这样的人 能效力到最后 这就是永久的效力者了 而另一部分人 因为人性恶劣 人品 人格低下 在效力的过程中 常常搅扰打岔 神家的各项工作 给神家的许多工作 都带来了亏损 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修理对付 或者被隔离 也不知道悔改 还是老病重犯 一丁点真理都不明白 也不接受真理 就要任意妄为 这样的人就被淘汰了 淘汰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人 效力都效不了了 在神家出点力 都不能好好做 出力的同时 还要作恶 还要让神家 让弟兄姊妹付出代价 用他得不偿失 再三地给机会 让他反省 最终他还是本性不改 谁说的话都听不进去 这样的人在神家中 连效力都不配 都不能了 就被清理出去了 现在你们对于效力者 这个称呼 是不是大概明白了 效力者是不是 神给人类的一个 歧视性的称呼 是不是神有意用这个称呼 来贬低人 是不是神用这个称呼 来显明人 试炼人呢 是不是神想用这个称呼 让人知道 人到底是什么 神有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在神那儿 没有这些意思 神没有意思要显明人 没有意思要贬低人 挖苦人 也没有意思 用效力者的称呼 来试炼人 唯一的一层意思 就是效力者 是神根据人类的表现实质 还有人类在神做工这个阶段 所充当的角色 以及人类所能做的 所能配合到的 而定性而产生的一个称呼 从这层意思上来看 凡是在神家中的每一员 都是为神的经营计划 效力的 都曾经充当过效力者 这样的角色 能不能这么说 太能了 现在人都能理解了 神不想用这个称呼 来打击人的积极性 也不想用这个称呼 来试炼人的信心 更不想用这个称呼 来贬低人 让人老实点 听话点 让人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更不想用效力者 这个称呼 来剥夺人类 尽受造之物 本分的权利 这个称呼 完完全全 就是根据人类 在跟随神的过程中 所流露的种种败坏性情 与人的真实情形 所确定的 所以说 这个称呼 与神的经营工作 集数以后 人是什么身份 什么名分 什么地位 以及人的归宿如何 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称呼 完全是来自于 神经营计划 经营工作的需要 这个称呼 也是败坏人类 在神经营工作中的 一种真实状态 至于人作为效力者 为神家提供服务 像一部机器一样被使用 这个状态是持续到最终 还是能在跟随神的途中 有所改善 这就根据人的追求了 如果一个人追求真理 能达到性情变化 能达到顺服神 敬畏神 那这个效力者的称呼 人就彻底摆脱了 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 人就变成什么了 是神真实的跟随者 是神的子民 国度的子民 就是神国中的子民 如果在跟随神的过程中 你只满足于 出力 受苦 付代价 却不追求真理 不实行真理 败坏性情 丝毫没有变化 做什么事 也不按照神家的原则去做 最终达不到顺服神 敬畏神 那效力者 这个称呼 这个桂冠 就不大不小 正好待在你头上了 你就永远摆脱不了了 如果到神 做工结束的时候 你还是这样一种情形 你的性情还是没有变化 那你就与神国子民 这个称呼 无关无分了 你就永远是效力者了 这话怎么理解呢 你们应该明白 神的工作一旦结束 就是神要拯救的人 都拯救回来了 神要做的工 已完全达到果效 达到目的了 神就不再说话 不再引导人 不再在人类身上 做任何的拯救工作 到此为止 神的工作就结束了 每个人所走的 信神的道路 也就到此为止了 圣经里有那么一句话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旦神说他的工作 此时此刻结束了 这就意味着 神拯救人 刑罚审判人的工作 不再做了 神不再开启引导人 不再苦口婆心地 跟人说劝勉的话 对付修理的话 不再做这些工作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万物的结局 到此被显明了 人类的结局 到此也就定型了 没有任何人能改变了 人蒙拯救的机会没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当一个人在神工作结束的时候 摆脱了效力者的称呼 摆脱了这个头衔 摆脱了这个状态 就意味着 这个人在神眼中 不再是门外汉 不再是外邦人 而是神家中的人 神国中的人 神家中的人 神国中的人 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人是怎么得着 这个称呼的 就是你通过 就是你通过追求真理 明白真理 通过受苦付代价 尽好了本分 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性情变化 你能顺服神 能敬畏神了 你就成为神家中的人了 就如约伯彼得一样 你再也不用经受撒旦的残害败坏 你能在神的国中 在神的家中自由地活着了 你再也不用与败坏性情争战了 你是神眼中真正的受造之物 真正的人类了 这是不是可喜可贺的事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被撒旦败坏的人的苦难日子 彻底结束了 喜乐平安的日子 幸福的日子来到了 能活在造物主的面光之中 能与神同生活了 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事 但是另外那一类人到最终 也没有摆脱效力者这个称呼 当神的工作结束的那一刻 他头上的效力者这个称呼 这个桂冠还没有被拿掉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依然是门外汉 仍然是神眼中的外邦人 原因就在于 他丝毫不接受真理 不实行真理 没达到性情变化 不能顺服神 也没有敬畏神的心 这种人 这种人在神的家中 应该被淘汰 神的国中没有他的份 那他在哪儿呢 在神的国度外面 属于子民以外的人群 这样的人依然被称为效力者 这就意味着 他们没有成为神家中的人 他们永远不是神的跟随者 神不承认他们 他们不会再得着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当然也意味着 他们没有机会 与神在神的国中 同享美福 得到平安喜乐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这一刻对他们来说 是可喜可贺的 还是可悲的 至于他们在神家之外 在神的国度之外 他们顶着效力者 这样的头衔 会有怎样的待遇 那是以后的事了 总之 效力者与神国中的 子民的待遇 区别太大了 在地位上 待遇上 等方方面面 都有区别 这样的人 在神做工整救人期间 没得着真理 没能达到性情变化 这可不可怜 太可怜了 这是关于效力者 这个称呼的一些说法 有些人说 说到效力者 我就抵触 让我当效力者 我就不愿意 我就不高兴 如果说我是子民 哪怕是最小的都行 只要不说 我是效力者就行 我这辈子 没别的追求 也没别的理想 我就盼着 把效力者 这个称呼 拿掉了就行 我的要求不高 这样的人怎么样 这是不是 追求真理的态度 不是 这是什么态度 是不是 消极的态度啊 对待效力者 这个称呼 你不需要 努力地去摆脱它 因为这个称呼 是根据人 生命长进的程度 来定的 并不是你的意愿 能决定的 它不取决于 人的意愿 而是取决于 人所走的道路 与人的性情 是否有变化 如果你的目标 只是追求 摆脱效力者 这个称呼 那我告诉你 实话 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你如果注重追求真理 能达到性情变化 这个称呼 慢慢就变了 从这两点来看 效力者这个称呼 是不是神强加给人的 绝对不是 它不是神强加给人的 一个称呼 也不是一个代号 它是根据人 生命长进的程度而言的 你的生命长进到哪儿 你的性情变化到哪儿 你身上效力者的成分 也就减到哪儿 到有一天 你能达到顺服神 敬畏神的时候 你就是愿意当效力者 你也不是了 这就是根据人的追求 根据人对待真理的态度 也根据人所走的道路 来决定的 还有的人说 我想摆脱效力者 这个称呼 我不想当效力者 但是我不明白真理 我也不愿意追求真理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 神定规各类人的结局 是根据神的话 根据真理 没有折中的办法 你喜爱真理 能走上追求真理的路 这是庆幸的事 你厌烦真理 不选择走追求真理的路 这是可悲的事 就这两条路 没有中间路可选 神说的话 永远都不能废去 万物都要废去 神的话 一句都不能废去 神的话是 平叛定规万物的准则 是真理 永远不会废去 这个世界 这个人类万物都要改变 都要废去的时候 神的话语 一字一句都不会废去 都要应验 人类的结局 万物的结局 都是因着神的话 而被定规 而被显明 没有一个人能改变 在这世上 没得商量 所以 在神主宰 定规人结局的事上 人如果抱侥幸心理 那是个大傻瓜 在这世上 人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因为神 没有给人第二条路 这就是神的性情 这是神的公义 人想插手 也插不上 你以为 在外邦世界呢 人花点钱 动用关系 就能办事 在神那儿 不好使 你记住 在神那儿 你这一套 行不通 这一套 我必须 我必须 何其他人 在外邦世界呢 我们是真正的